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脸这logo第一代帝好网上发布的时候 这看到片的logo还行 后来一看真车 你一码谁家小孩把魔方抢这了 现在换了个蓝色地儿 很明显感觉好多了 最起码不像魔方 主持人说有人说这logo像六块腹肌 那这六块得啥时候能念出这个形来啊 好了虽然是个看脸的时代 但也得走心啊 是不是 来直接掀开机器盖子 崭新的1.3T 愁全土嘎嘎劲 话说在中国市场上啊 增压这个东西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 我感觉在北方比南方更受欢迎 下面来说南方消费者对自信更容易接受一点 但其实单数的发动机来看 这台1.3T的表现并不差 当然了你也不能就骑个发动机就上街了 是吧 你得装个变速器嘛 这个变速器也是国人买车一大标准 它必须要自动脑 总感觉手动脑好像很低廉的样子 其实并不是啊 很多国上车的自动变速箱 无论是AT还是CVT 很多匹配的都不打利啊 上面是穿西装 下面是戴户厂子就出人 但是电脑这台CVT 匹配的好像还可以 所以起码没怎么掉链 董事人说的发动机隔音效果不错 其实我跟你说啊 你觉得你的车隔音不好 哥给你接点大面背 直接无理就绝对静静 地豪的转向也从叶牙州里变成了电子的了 啥意思呢 就是从天你跟别人打架 你直接上去给谁躲过去啊 然后清晰的感觉到 他今天俩擦了大宝 还是去没讨备的 现如今你跟别人打架 遥控 上啊干他 结果也是一斤躲过去啊 但是你得问问你拳头 兄弟打没打的啊 好了说实在的 专求骑车的驾驭感是没错 但也得分啥车啊 是不是 操了鸡三马子有驾驭感呢 但话又不能这么说死 虽然他就是个自主小家教 但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 那不也得靠操控 想办法保命啊 对吧 但是地豪就有他顶配才配燕子 这个确实不厚道了啊 起个晚上说没有也就算了 中配也没有 那又有几个人去买最顶配呢 好了看看那事啊 这才是买这个车人喜欢的地方 因为他们看得见摸的楼 虽然也没有什么经验的设计 主持人说这导航现在打开 那定力还停留在两天前的地方 延迟了两天 这个数字对于玩游戏的人来说啊 怎么穿连火线的炉炉炉 那简直就是要了命了 大学车人打炉炉炉 这延迟要是超过一百 那三分钟键盘就碎了 你敢延误两天 那简直就是 兄弟你跟卖键盘合伙故意搞的 是不是啊 主持人一个闪现就来到了后排 其实这个价位的车 你真的不能摄取它有多大 得多好啊 主持人看上去身高也不矮 坐车里头部空间也不错 就是有点闲 腿部空间不够不能翘二郎腿 啥意思呢 其实就是说 长腿欧巴就是我了 好了 逼逼了这么多 这车咋样呢 没觉得咋样 一辆三TC领配 也没看配置高哪去啊 好吧 建议军车车退出的时间也不久了 说多了也没意思了 一上次上个车点中国品牌视频之后啊 就有很多爱国主义的小青年 说三哥你个小表白 居然敢骂国产车 不如你去造一个样 哥没那实力啊 哥有那实力也不在这逼逼逼的 但是不是不支持国产车 每个东西都有不足 难道就不能指出这些不足了吗 那你为啥不满呢 是吧 这事我跟你讲 不是靠你缴情款就能去买单 那知道不 举个例子 生生哪不举个西瓜呢 你别走乱 你俩玩 好吧 我举个西瓜 诶 举个例子啊 啥叫情怀 啥叫情义 就是你有个老娘们闺蜜 天天跟朋友圈里 对着空气卖卖卖卖卖 天天拍了几个照片 晒几个自己转来转去 那两个鼻子 靠发展下线活着 完了还天天让你帮忙转发 大哥快来给我转发 谢了啊 第一天你回来 从我来老妹马上给你转啊 第二天 行 整个给你发啊 第三天 还有呢 哎呀行吧 看他在那情义的份上 等着啊 第四天一边打字答应给你发 一边心里的收 第五天 兄弟 我问你 咋不发了 情义呢 能够饭吃不 能天天吃不 你咋不吃了呢 我这三哥不支持国产车 我也一样支持中国品牌 正因为支持他们 所以有些地方说出来 真的是希望他们尽快改进 哪怕是价格稍微贵点 把品质提升上来 对于配置没有用 好车不是配置高 品质高才叫好车 好了 等等bbbb今天就到这了啊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和新浪微博 订阅我的优惠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